第二十三体,一辆货车质量为3000公斤,当其刹车时瞬间可产生12万牛顿之固定阻力,若此货车在路上以速率每秒20公尺行驶,想要在不超过两秒钟的时间内刹停,此货车最多可载货多少公斤。 根据我们的公式F等于MA,如果我们的力量一样,希望质量要大的话,加速度就要比较小,而加速度是花多少时间有多大的速度变化,而我们从每秒20公尺刹停,我们的ΔV一样,所以ΔT要大,A才会缴,所以我们的刹停时间就是两秒钟,我花了两秒钟,从每秒20公尺刹停变成0, 因此速度变化的大小是20,因此算出来加速度的大小是20公尺秒平方,那么再带回去我们的公式F等于MA,那么我们的力量是12万牛顿,那么我们的质量不晓得,那我的加速度是10,所以算出来我的质量呢,应该就是12000公斤, 而我全部的质量是12000公斤,车子的本身重量是3000公斤,因此我可以载货的重量是9000公斤,所以第23题问我们说,想要在不超过两秒钟的时间内刹停,只货车最多可载货多少公斤? 我们答案选的是C9000